陈欣 不是你跑什么陈欣 你等我一下我找了你好久 陈欣 到底怎么了陈欣 我们还是分手吧陈欣 陈欣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最近就出去忙了个项目 你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 我真的是担心你担心的不得了啊 我赶紧回来了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陈欣 让你担心 你人没事就好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我那边的工作忙完 我就连夜开车回来找你了 我们真的不合适啊军哥 陈欣 你知道这么多天 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每天都联系不到你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啊 怎么了 在出差那天 你让他来找过我 啊 他给了我一张卡 说卡里面有五十万 叫我不要联系你都可以 还说 还说什么了 你说 你说 这次 其实不是去出台 我去奔命运了 你说 你说 你要结婚了 军哥 怎么会这样啊 是我妈妈让我出去 弹项目去了 说真的 说真的 军哥 我真的配不上你 你有那么好的家庭 而且 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你了 你每天都陪着我收三货 那么辛苦 你还是回办公室 吹空调吧 军哥 陈欣 你等一下 你知道我这几天多见了吗 陈欣 我去的那天我一下飞机 你就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当时就想买机票回来 我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但是我那边约了人 我又不能做一个不守信的人 我在那边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让小李回来找你 他说你不在家 我每晚真的都睡不着觉陈欣 我忙完那边的事情 我马上赶紧就回来了 到底怎么了 军哥 我觉得 我不管怎么努力 我都跟不上你的脚步 陈欣 你不能听我妈妈说那些 你就怀疑自己 你知道吗 你看 我们两个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对不对 你看上次 我也是不顾我妈妈的主子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坚持一下 相信一次我呢 你不要觉得跟我一起是拖累我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而且 你不是也看到了评论区 每次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都对你表示了非常大的肯定吗 而且直播的时候 家人们对你也是非常支持的 对不对 所以 以后有什么事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说 不管我妈妈找你也好 还是 别的死坏的找你也好 你都不要相信别人 好不好 亲哥 好了好了别哭了 我都心疼死了 好了好了好了 亲哥 你这次怎么去了那么久 我妈妈说让我去杭州签个合同 我都怀疑她是故意把我支开十天的 一个人去的吗 你放心吧 我自己去的 没有别的女人 我阿俊只会跟你一个人出去 阿姨跟我说 你这次去了 就 就不会再回来 我以为你真的去结婚了 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君哥 不会的傻瓜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走 我们先回家 走 君哥 啊 君哥 就杀姨给我的 我妈前段时间 不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吗 她怎么又这样啊 唉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喂 喂妈 儿子怎么了 你不是同意我跟陈欣在一起了吗 为什么又这样做 哦 这个是 是这样的儿子 妈妈也是为你好 我看你每天都在大山里陪着他去收山货 晒得那么黑 而且这么热的天 晒出啥我怎么办呀 你说你放在办公室里空调不吹去做那些苦干什么呀 妈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认定陈欣了 我知道你是在心疼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陈欣的 再苦再累 我都愿意 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子跟我说话呀 还有妈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你都没有办法拆散我跟陈欣的 你非要这样子吗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妈 怪儿子不笑了 那好 那你以后别回公司了 我看你在大山里边还能待多久 哼 陈欣 放心吧 没事儿了 俊哥 我每次都让你这么为难 我如果连我喜欢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还算什么男人啊 但是陈欣 怎么了俊哥 刚刚你也听到了 我妈让我别回去了 我今晚可是要露宿街头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收留我 我怎么可能让你露宿街头呀 你跟我睡呀 你跟我睡呀 但是我记得不是另一个房间不是露雨吗 你睡我房间 咱们这孤狼寡女的你不怕 你又在开玩笑 放心吧 傻瓜 我住客厅 我在外面守着你 那样我也放心 我怎么能让你住客厅呀 君哥 你住我房间 我睡地铺 我怎么能让你打地铺吗 你就别管了 好 你要去哪里了陈欣 王阿姨家 让我今天下午去收三货 我现在要去收三货 俊哥 那我陪你一起 走吧 走吧 所以你后过去 不 Kaz 我看你真的 你不懂 我回家 你不懂 你的 我回家